大家好,我是冲先生,欢迎收看冲先生的频道 按得进来的人,我假设你已经看了上一集的《穆sir又加刀》 如果你还没看的话,我建议你先回看,不然你不一定接上我们今集的话题 今集横跨的内容包括,关于台湾问题,嘉宾在二十大精神中的小发现 中国近代的外交,以及嘉宾对战狼外交的看法和他的起源 江泽民年代俄罗斯的外交问题,一国两制的设计者和执行者 港区国安法和基本法的关系,当时六四事件的起因和社会发生的问题 以及当时制捕的方式和原因等等 事先声明一下,嘉宾的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之余 跟你意见不一样的话,都欢迎留言表达,但请你注意言辞,面积不雅 今天开始之前也提提你,记得按右下角红色的小孩订阅我的频道 按下旁边的铃铛,选择全部,你就不会错过我任何更新了 关于我的纪念品网店,可以去回我的网站,冲stop call 了解 而影片简介和片尾都有不同的方式和社交平台去联络我或者支持我 不阻止大家太久了,去片 在一个二十大报告里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详细阅读的三万多文字 我就有看过一下,而当中以我自己的认识 以前从来都没有提过的一个字眼,就是什么呢? 之前就有讲过建国一百年的目标,有建党八年的目标 建党八年的目标就已经过了,就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而建国的八年的目标就是要建设一个富强,文明和谐,美丽和民主 我调乱了顺序,有五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但是在二十大当中有一个叫做强军的一个目标 而强军的八年的目标是什么呢? 这个目标就没有详细写到的 但是建军的一百年究竟有什么重要的事迹可以显示出 建军之后一百年可以有什么目标呢? 它里面写到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 它详细说建军一百年要实现什么呢? 就没有详细说,只是现代化的军队 其实这个建军九十周年的时候已经在说了 究竟八年的时候有什么重要呢?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其中一个可能发生的事情 建军一百年就是多少年呢? 就是2027年了 哦,2027年? 但是那些人经常都传说 其实习大大任期内应该是会做到这件事的 你觉得会不会正正就是这几年呢? 我相信呢 因为你说如果2035年就要建立一个强国 跟着就两步走,对不对? 所以要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强国的话 如果连国家的统一都没做到呢? 相信就是比较困难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有机会我们在很快的将来可能会看到的 我相信 嗯,OK 好,那我关于江泽民先生的这个问题都问完了 我想说,提到想谈谈中国近代的外交 你觉得和之前有什么不同呢? 其实因为曾经传出过我们战狼外交 然后又传出过我们战狼的了 现在又缩一缩,不要那么起降了 你怎么看呢? 其实我自己就觉得长期都是处于那个状态 就是在一些外交部的发言里面 你看到其实都是很针锋相对的 我自己觉得就一直都很战狼,不要分别的 我自己觉得战狼这个比喻 其实是不是一个恰当呢? 如果你说对于自己本国的利益 据理力争都是属于战狼的话 那应该中国就是战狼 但是因为狼的特性给人的感觉是有些侵略性的 但是同一时间狼的特性又是领土地盘的主意 那我对于自己的范围内的事情 包括了譬如说台湾问题的时候 那你把它放在外交上说 我们不是这个内政来的 那这个是不是战狼呢?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有些吊诡的地方 当然其实战狼外交背后是因为有些西方国家 其实就是想将中国崛起 拉向这个所谓的中国威胁论 相对于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时候 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模式 就经常就是我们用一个韜光养晦的一个态度去处理 就是普通话叫做蚊身花得牙踩 就是不要说那么多 那我们就做了 因为那段时间是幸好得到一个相对和平的环境 因为我们再早一点的时候的领导人 经常都觉得这个世界是可能随时都要打仗的 就是毛泽东的时代是经常有这套想法 是去到七十年代的时候 我们才开始慢慢转变 由邓小平开始转变 就觉得这个世界应该是 就是和平的力量是会越来越多的了 这个战争的威胁应该是可以避免的 所以我们要将这个现代化的建设 放在我们的工作重点 就不是放在准备战斗那样 所以这个是后来开展中国的近代外交的一个转捩点 因为以往其实刚才说过俄罗斯的问题 因为其实中苏之间那个友好 一开始当然很友好 后来破裂了 其实是去到八十年代头的时候 才再开始有一个相对停稳的一个关系 去到九十年代初的时候 我们又刚刚要解决香港回歸问题 这个中蒲建交之后 又解决了这个澳门问题 这些全部都是八十年代尾的 如果你说是关于江泽民事 其实江泽民就全部都是见证着这几个的重要事件 包括97年 99年 就是香港 澳门回归 全部都是他去落手去进行的 当然你说谈的是邓小平 所以有些人说 一国两制的总工程师就是邓小平 但是江泽民是真正落手的急先锋 去到他手上如何实践一国两制 这个从来都是摩着石头过河的 如果用我们今天来看回归25年 其实以往的一段很长的时间 尤其在江泽民时代是一个香港回归 刚刚开始的蜜月期 当时没有人知道原来香港 埋藏着这么多外国势力 港英鱼业全部在蠢蠢欲动 当然我们现在历史看回前面 就发觉原来这些全部都是奸的 但是那些奸人 全部当时在做一些畏高权重的位置 可以影响到很多东西 所以为什么中史会被人踢到变成损收 或者变成不需要必修等等 这些问题都是那段时间发生的 你就知道其实一国两制不是那么容易 同意 有很多人以为是口号式 其实要落实执行不是那么简单 我现在看回 提外话下 我都是想不明白 为什么当时他们设计那些法律的时候 不将23条立下去 然后现在搞到后面衍生了很多问题 无论是香港好澳门好 在国家安全法上面都特别弱 这个就是我们用回现在来看 你会发现 其实本身一国两制它的设计 当时江泽民那句说话就是 河水不犯井水 其实本身设计了有基本法 是一个宪制性的文件 为香港日后这个法律的框架 制定了一个叫做准则 所以其实23条不是一个执行的法律 其实有时候经常听到 有些建制派的朋友说 你违反基本法第几条 其实违反基本法第几条是没有懲罰的 因为那是一个建法来的 但是根据基本法的精神 或者某一条文的精神 然后去落实的一些刑法 例如好像我们现在说的国安法 这些就有处罚了 就有判决了 所以其实23条写在基本法里面 就是告诉大家 香港回归中国之后 我们应该要有一些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去定立 而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香港国安法是因为知道 在香港这个立法会的这个情况下 没有办法立到这些法律 所以就要透过中央去帮香港立法 因为这个也是没有试过的 而这条法律 留意它的重点 它不是一条香港的法律 香港国安法是一条全国性的法律 所以以往这些全国性法律 例如好像香港的 之前有叭叉猛的国歌法 听到国歌是不是要起立 这些全部都是全国性法律 而以往的做法 是将它放在基本法的附件三 然后再由本地进行立法 但是因为当时事态危急 所以就直接透过全国人大常委 就为这件事情 就立了一条全国性的法律 是全国性的 所以香港国安法不是 香港本地的法律 当然他找了很多香港的法律专家 去研究这条法律 怎样可以在香港去执行 例如以往的国歌法的情况 就是不一样 因为它有些判决的处罚 是内地的执行模式 香港可能又要转换一些字眼 所以才要进行国歌法的本地立法程序 OK 我又扯开这个话题 现在看看黎生在審 你觉得会不会最后 这件事会复杂到 移交去中央 或者移上大陆審 会不会有这些情况发生呢 我这个就真的不知道 因为没有心理研究这方面的问题 因为谭常伟就说 如果最后香港没有本地律师 接他的个案件 你可以回到内地審 但是我不知道最终 会不会这样落实 这个真的不知道 好我们回来 看看网友的问题 我看到刚刚有个网友 就写着说 没有邓小平就没有八九事件 即是什么意思呢 是不是意思是想说 没有邓小平就 不会用这个方法解决 还是说 没有邓小平就不会出现 学生示威 我猜他想说是不会出现示威 我想他想说是不会出现示威 我想其实主要是反官道 那件事件就不是说 反某一个领导人 因为当时我相信 在改革开放 刚才也说到 其实大家那段时间 对于国家的政策 因为是新常事 也都是在这个新常事当中 可能会出现很多 我们所说的一些 即是不明朗的因素 反腐败 反官岛 这两个是主力来的 当然 因为官岛 其实就是说 当时有一个 叫伤鬼制的事件出现 因为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时间 就有一些外国的进口货品 来到中国 然后 因为某一些官员他们的子弟 他们可以利用自己身份的一些特殊的权力 然后就拿到一些外国进口货品 然后继续在市面 就用一个高价去卖出去 这个就是官岛 当然 这个是在改革开放的过程当中 出现的一些错误来的 但是 当然我们现在去到过了2019年 大家都看到 每一次发生这些颜色革命 我们现在知道是 这些事件 都不会是 只有一方面有责任的 当然政府的政策当中 可能是造成一些不公平的现象 也都可能导致当时有些人 是感受不到改革开放 对他们自己所带来的好处 所以现在经常要说 获得感 幸福感 这些东西 就是不能够 你说自己进步了 但是一般民众是没有任何的得着 所以 这个是一个重点 但是另一方面 就是那些主事分子没有人疏敗 你看到经过2019年 大家都知道 那些主事分子 现在大部分 省的就已经走去美英 是的 那留下来的那些 可能开头想着 借助坐几个月的光环 可能继续搞事 但是没有想到 原来后来就 这个钟摆会 放得这么过 立刻将他们的 任何的 政治上的生存余地 都不放过 所以 其实我们经历了这件事 你会知道 这件事 只不过是 它透过你内部 发生一些矛盾 然后把它放大 放大 放大之后 当然 如果最终能够将这件事件平息 下来 然后解决了矛盾 就像现在 我们看到 当时如果没有解决矛盾 可能今天的中国 就变回文初的军阀割 所以有时候你会看回 为什么要去解决这些问题 当时邓小平第一样做的一件事 就是将所有军区的领导去召集 结合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政策 就是党指挥枪 这个也是有历史教训的 当一个党没有军权的时候 是没有东西可以挂持的 就被人上海清党了 所以整件事就是 经过不同的历史教训之后 它是一个不断成长 和进步的一个政党 经历了这件事件之后 它会知道我们要怎样去改良 当然又说 为什么要出动到解放军 不像现在香港那样 用催淚弹也可以 问题当时中国没有 没有这些东西 所以你不能够说 为什么这个航朝以前 还要在刀刀劍劍 当时火药未发明 你为什么用火药 你不能够用现今的规矩 去解决当时的问题 这个是没有可能发生的 如果中共那样好 贪污事零了 这个是立场不同的朋友 他每一次都会在听我直播 因为他说贪污 我想说最好笑的一件事 就是当一个官员 他有公权力 好了 到底穆sir有什么看法呢 下集回来 继续会有精彩的内容 不想等 又或者想听原汁原味版本的网友 可以去冲出来播的播放列表 找回2022年12月13日的直播看回 想听更多 穆sir制作的讲历史影片 可以去回YouTube 搜寻穆家俊 穆sir 去订阅他的频道收睇 对于节目内容 有不同见解的网友欢迎留言聊聊天 但记住 做过文明的网友 注意延迟 想在直播节目 又或者通过录音 在这个平台和大家分享资讯的话 不妨通过画面的联络方式去联络我 今天要说就是这么多 喜欢这片的朋友 记得帮我赞好 留言和分享给朋友 加入会员 每个月一杯咖啡的价钱 就可以支持我们的频道继续营运 现在在YouTube影片的右下方 还多了一个Thanks的按钮 给大家支持这条影片的制作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